长时间曝光的拍摄主要会有哪样的题材呢 一般我们分为两个大类 第一个大类的话是在白天进行的拍摄 第二个大类的话呢 就是晚上进行的一些拍摄 那如果说是白天去拍的话呢 我们可能比较多的就是水井 比如说瀑布啊河流啊 或者说小溪以及下雨天气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长时间曝光 去拍一些雨的线条 这个也是OK的 那晚上的话呢 一般就是咱们的车轨 新轨 光会 闪电 银河 烟花 城市风光等等 可能对于我们目前来讲 比较适合去拍的一般就是白天 拍的一些水井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就地取材 能够快速去进行一些拍摄的题材 那如果说是晚上的话呢 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车轨 以及自己去精心准备的这个光会 然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城市风光 就目前来讲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能够随时 去进行拍摄的一些长时间曝光的题材 大概就是这里 像星轨啊 这个银河啊 这些你可能需要到一些特定的环境 对吧 光污染相对来说 比较少的一些地区 比如说川西 它就会比较适合去拍一些星轨和银河 但是可能我们在城市当中要去拍的话 就会比较的难 那在整个长时间曝光的拍摄来说 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去用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快门速度去进行拍摄 那这样的一个题材 它的特殊性呢 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光圈快门 ISO之间的关系 这个你非常清楚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就能够去做到长时间曝光的拍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白天和晚上会有一定的区别 因为白天光线相对来说比较充足 所以你去拿到一个比较慢的快门速度的时候呢 通常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附件的帮助 你很容易拍到一些过曝的片子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长时间曝光的拍摄 然后长时间拍摄的话呢 我们大概会需要去准备到的一些器材 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毋庸置疑的 一定是通过你的相机和你的镜头 那可能有同学会提到 我能不能够用手机去进行拍摄 对不对 像现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手机 基本上都是可以去在晚上进行这个长时间曝光的拍摄 但是它也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在晚上的时候 然后可能咱们的这个华为相机可能会有一个流光快门 它可能就比较适合在白天的时候 去做一些直面的这个曝门的摄影 所以这是设备上关于你的器材的选择 那镜头的话呢 我们通常可能会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广角和中焦的镜头 就是咱们的广角和中焦的镜头 对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为同学这个就是用这个长报拍的 像这个其实就是自己去做的一些光汇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 你看整体的这个飞机飞的这个航线还是非常的远 远润 非常地远润 然后人物背后的这个翅膀也是熟惠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为同学已经是有这个长时间曝光拍摄的这个功底在了 这个就很优秀了 那第二个我们需要去准备到的附件就是咱们的这个三脚架 毋庸置疑 风光摄影没有三脚架 基本上是很难说出门去拍非常好的片子 或者说你很难去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去拍一些一些片子 所以一定是会需要准备到一个三脚架 目的肯定是为了来巩固我们的相机 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慢门的摄影 所以你的相机是必须要非常的稳定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去注意到的点 就是你可能需要关闭你相机的防抖功能 以及你镜头的防抖功能 因为你放置在三脚架上面的话呢 三脚架本身是足够稳定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开了防抖功能 就有可能会因为机身本身的这个 马达的这个动态 导致我们的相机放在三脚架上面的时候呢 带来一些轻微的浮动 而这些浮动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片子 出现什么 出现这个晃动上的虚化感 所以因此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准备到的一个点 那如果说在白天拍摄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准备两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ND镜 叫做减光镜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GND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D镜片 它也叫做减光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样子 就跟我们戴的那个太阳镜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墨镜是一样的 它就长成这样子 整个镜片是一个黑色的状态 它完全是一个黑色的状态 满屏都是 这个是圆形的 当然这个ND镜的话 还会有这个方形的ND镜 它的整个这个镜片主要去给我们实行的一个作用 主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作用 就是给我们去进行一个减光的作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方形的插片滤镜 如果你自己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滤镜 你又想要去尝试这种长时间曝光的拍摄 在白天的时候 自己可以去买一个这样的减光镜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间低 间低和这个ND镜的区别 就是间低它是一半黑一半白 然后它中间会有一个渐变性的效果在 我们也同样的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间低镜的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那间低镜的话 有一个正向的 我现在给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正向的间低镜 就是它上面会非常的黑 这一部分会非常的黑 然后慢慢的渐变下来 到中间的这一部分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偏向这个白色 就跟我们在后期修图的时候 拉了一个这个界面滤镜是一样的作用 是一样的作用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渡关系在 那第二个的话 它还会有的一个间低的这个滤镜 就是反向的 就是它是从这个 等一下 我们同样的还是打开这张照片 对 它的作用和这个正向的是有一定的差别 就是它是中间这个地方 会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线 有一条明显的线 然后它慢慢的从这个地方开始黑 黑到上面的时候开始变白 所以它会有一个反向的这个作用在 所以这就是咱们在长时间曝光当中 如果你要去进行拍摄的话 你可能在白天需要去准备这样的两个附件 两个附件 好吧 咱们如果说需要的同学 记得去购买一下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快门线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手手机和你的相机 能够进行联动的WiFi功能 第三个就是你的相机具备这个定时拍摄 这个也是我们在长时间曝光的时候需要去准备到的一些功能 因为当我们的手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其实也是会带来一些轻微的抖动 所以为了防止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些错误性的操作 那因此你就可能需要根据你相机的这个型号 比如说市面上的一些关于这个中低端相机 比如说佳能的这个70D对吧 或者说60D对吧 这样的一些相机的话呢 就基本上需要去选用快门线 那如果说你是相对比较偏高端一点的 就是带有这个WiFi功能的 比如说佳能的5D4对吧 或者说2526它是有WiFi功能 同时它还有定时拍摄功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需要去购买快门线 你只要把这两个功能弄清楚 怎么去连接操作就OK了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 比较高端的计算就省略了快门线的这一部分 这个就是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你需要去准备到的一些基础性的设备上的问题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在整个长时间曝光当中 我们除了整个相机上的按键操作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关于在长时间曝光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对焦的问题 其实当你进行长曝拍摄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跟大家去讲到的 就是你要用MF手动对焦 很少会提醒你去用这个自动对焦 那如果说是白天的话呢 我们也会建议你在自动对焦完成之后 用这个MF锁定你的对焦位置 所以它其实比较复杂的地方 第一个是你前期的参数盘调整 第二个就是你的对焦调整 那后续的一些构图啊 这些东西 其实可能就跟我们平时拍风光片的构图 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一个概念性的操作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在前期进行整个拍摄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参数上的一个选择 参数上的一个选择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模式 我们在整个曝光模式上的一个选择 大概是会有一定的要求的 一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长曝拍摄的话呢 这个模式有几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用M等拍摄 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用你的B块门 B块门 当然有的相机上面会有一个T块门 就是有一个T门 这个是不同的相机 它会额外拖出来的一个快门的操作功能 就是咱们的T门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你相机上面 大概是会有哪几个模式 就是我的相机是有B门和T门 但我不确定你的是不是也一样的有 如果说你是有B门和T门 我们再拖动这个快门的速度 把它往最慢的方向去拖动 就是当你到30秒的时候 它会转跳到一个B L U E 就是一个大写的这个英文单词 就一个B会跳到这里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再往后拖 它就会进入到T 进入到一个T字的状态 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点的话呢 就是你相机有B门也有T门 好吧 所以这个部分能够理解的 同学大概小小鲜花 还有的一些情况就是 有时候我们在长时间曝光 我需要的快门速度 不会超过30秒的情况下面 我们可能就也会延续的去用一个曝光模式 就是AV档 也就是我们说的A档 但是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 我都是会建议你们去用M档拍摄 对吧 因为你用AV去拍摄的话 其实它的快门速度 因为是相机给到你的 所以有时候这个时候 可能你的整体片子的一个曝光的情况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现象出现 所以一般我都是会建议用M档 我们自己去操作整个长时间曝光的参数 那在这个模式选完之后 基本上80%的这个长时间曝光的拍摄 它的参数 首先第一个都是关于ISO的设定 ISO的设定 那通常我们在长曝拍摄的情况下 ISO一般都是在100左右 那就100左右 就有可以设置100 也可以设置125 也可以设置64 就这个数值你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 去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假设我将光圈设置在F16 然后我可能只需要5秒的曝光时间 但是当我设置到5秒的时候 光圈16ISO100 可能片子会比较的暗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ISO进行一个提升 可以加到125或者说250分之一秒等等 这样的一个数值 但是通常你要记住 不可以超过400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尽可能的保证 它不要超过400 就OK了 所以这就是ISO的一个数值上的设定 第二个的话就是光圈 那光圈的设定 一般我们都是用小光圈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一个点 就是避免使用最小光圈 最小光圈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获得更长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30秒 一分钟 对吧 这样的一个数值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就会说 那我光圈要调小一点 开到F22 开到F32等等 这样的一些非常小的一些光圈的数值 那其实这样子去调整的话 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就是在最小光圈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一些画质上的偏差 就是你的最小光圈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杂色 带来一些杂色 甚至有可能你拍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片子有非常多的 比如说像紫边 这样的一些情况 也有可能会产生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大家 避免使用最小光圈的原因 就是避免出现画质上的偏差 画质的偏差 这就是参数上 我们非常精准的两个参数性的功能 一般我们在拍摄一些长时间曝光的片子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种车轨 像这种车轨看到没有 那这种车轨一般就是5秒到10秒左右的这个时间装置 那光圈的话 一般就是在F16左右左右 一般其实像我自己去拍的话 设置的比较多的一般都是F13这个数值 F13这个数值 那如果说我只需要5秒左右的曝光的话 一般我的光圈是在F11 如果我要达到10秒的话 可能需要用到F16 这个要根据你现场的一个环境距离的情况 去进行一个调整 但是基本上它的参数范围 就是我给大家罗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参数范围 也有可能会有的时候 环境确实非常暗的时候 可能你会用到F8这样的一个数值 所以这就是光圈上的一个调整数值 你基本上设置在这样的一些数值上面 去拍摄一些夜景的车轨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光圈数值上的一个设置 你看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简单的 它可能不像我们平时日常去拍片子 它会比就是有很多复杂性的东西 你要去思考 比如说你看 像如果说我们去拍这样的一些鸟类的 对吧 你可能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点 就是我大概背景要虚化多少 是不是 我这个时候我的光圈应该开到多大 我的ISO到底是条100 400还是多少 就它会有更多的一些东西 需要你去思考和衡量 但是像长时间曝光 其实它就很 就怎么说呢 就比较简单和快速 就是你只要把这些固定的东西 寄死寄牢 然后大概知道 我们在拍的时候 这个长曝光的一个 具体的快门参数的一个大概范围 你基本上就可以去拍 拍的时候呢 肯定会犯错误 那这个错误 你基本上拍到两张到三张 你就知道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你就可以把它找补回来 所以这就是关于长曝光的一个拍摄 比较容易 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 它不像人像和风光其他的片子 参数是没有办法去给你一个固定的范围值的 但是长时间曝光 一般是可以给到你一个固定的范围值 就你大概有这个固定的范围值就OK了 待会我也我跟你们去讲 就是不同的题材 它大概的一个快门的时间范围是多少 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模式上面的一些选择 你需要去提前思考清楚的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ISO 第二个就是你的光圈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拍摄了 整个长时间曝光比较复杂的地方 其实就是基于我们的对焦 它比较复杂的应该是在于对焦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习惯的自动对焦 对不对 那你在自动对焦的情况下 如果你去进行长曝的拍摄 特别是在晚上 就在晚上进行这个长时间曝光拍摄 我们用自动对焦 它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 对焦 不准 或者说会不上焦 但是你会一直听到你的镜头在那拉风箱 一直在拉风箱 这个原因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光线相对来说比较的弱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对焦 它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此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在晚上 去进行这种长时间曝光拍摄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你们用手动对焦 那手动对焦 之前在课程当中 我有跟大家去讲过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这个实时取景 放大 放大对焦功能 知不知道知道的同学可以打一个小小的一字 就是你手动对焦的时候 我会推荐你们去用的这个方法 就是实时取景 放大对焦功能 当然了我们现在很多同学的相机都还是非常的优秀的 对吧 所以呢 你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叫什么 叫做峰值对焦 对不对 但是它只有特定的相机 就是有一些特定的相机 具备 像我们常规的单反相机是没有这个峰值对焦的 但基本上目前的微单差不多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峰值对焦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微单 为什么一下子 对吧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因 就是确实它的手动对焦 会比我们在使用单反的时候 对焦的时候要相对来说方便很多 方便很多 对这就是提到的在整个对焦上面 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点 那手动对焦的话呢 你首先要去知道的一个点 就是把你的相机从AF调到MF 一般的话呢 是在镜头上面去进调整 但是有的相机是在机身上面去做调整 比如说尼康的 以及现在的一些微单相机 它就是在机身上面去做这个手动和自动对焦的切换 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常规的一些像加能的单反相机上面 它就直接是在镜头上面进行切换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相机是从哪里去切换到这个手动对焦 那切换到手动对焦的时候呢 通常咱们在拍夜景的时候 你只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个点 就是找准你的主体 就是找准它 找准主体 然后呢 利用你的实时取景放大功能 把它放到最大 放到最大 放到最大之后呢 然后对焦 扭动 对焦环 对焦环应该都知道是哪个东西吧 就是你镜头上面 如果是定焦镜头 你镜头上面就有一个圈圈 那个圈圈就是你的这个对焦环 如果你是变焦镜头 就会有两个圈圈 其中一个是用来调整你的焦距的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你的对焦的 所以它就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环口 在我们的这个镜头上面 大家自行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环口 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手动对焦其实不会有什么技巧给到你 唯一给到你的技巧就是利用实时取景放大功能 去进对焦 那我这里会教大家一个小小的 就是手动对焦的一个技巧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面 只要你进行手动对焦 你在进行对焦的时候 我告诉你一个点 先扭到无穷远 先扭到无穷远 无穷远知道在哪里吧 知道的东西 大家想起来鲜花 就是你先把它扭到无穷远 扭到无穷远之后 你再来放大 回扭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用来回扭你的对焦环 去找你的那个对焦点的位置 就之前可能 我可能在讲的时候 或许没有跟大家去讲过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去讲的一个操作 就是你如果说想快速的 在手动对焦的情况下面去进行聚焦 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不管任何情况下 你只要开启手动对焦 先不管三千二十一 先把它扭到无穷远 扭到无穷远 其实就是你等于扭到了一地端的镜头 扭到了一个镜头点 那当你扭到一个镜头点的时候 你放大了之后 如果它是个虚的 就说明你的对焦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近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只要回扭就OK了 你回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大概一下子就能够对到那个 回扭的那个清晰值的范围 所以它速度相对来说 会比我们在没有扭到无穷远的时候 要来回的去测量 要好一些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非常精确的能够知道 我大概现在和我主体的这个对焦距离是多少米 对吧 虽然你镜头上面有这个距离刻度标词 但你能够精准的说 我从这里看过去大概是一米 大概是两米 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说 我看得出来的 所以什么样的方式 更方便 就是扭到无穷远 先扭到无穷远 每拍完一张 你都记得这个操作 除非在这个地方 你要拍摄多张 对吧 那这个就是关于手动对焦上面提醒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操作上的这个技巧 但是我们也会有的一种情况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白天进行拍摄 对不对 白天进行拍摄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去用到咱们的这个自动对焦 那当你用到自动对焦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一个细节性的地方 来看一下 就当我们在白天进行拍摄的时候 比如说你白天去拍摄这样的一些流水的这种状态的照片 或者说那种流动的云 是了 好用是吧 非常的不错 就是你在拍的时候 如果说是白天去拍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性的点 就是白天拍照 我们一般都习惯使用这个自动对焦 有没有 比如说有哪个异色 比如说我们白天去拍这种流水的瀑布 对不对 或者说这种流水的瀑布 是吧 我相信差不多很多人都会习惯用自动对焦 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习惯用自动对焦 那你记住 白天去拍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整个对焦的时候 首先你如果用自动对焦 那么你记住自动对焦的时候 第一步一定要 特别是咱们的变焦镜头用户 变焦镜头 如果你是定焦镜头 那你就不存在我说的这个点 如果你是变焦镜头 你一定要记得 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先确定你的构图 就先把你的构图确定好 我大概是用哪个焦段 比如说20-70的镜头 对吧 我是用24毫米的端口拍 还是用35毫米的端口拍 还是用70毫米的端口 你先要把这个东西确定了 确定了之后呢 然后你再对焦 对焦完成之后呢 把它改为什么MF 改为MF 其实就是给你在自动对焦的情况下 进行了什么 进行了锁交 进行了锁交 就是把你的这个焦点给它锁定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 再去进行对焦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知道焦点 对焦的时候 它有一个叫做平行焦面 平移焦面 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 那么你在拍的时候 你只需要注意一个点 不去改变你的这个什么 不去改变你的这个焦段的长短 不去改变你位置的长短 这个时候你进行相机的左右晃动 或者说上下晃动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再次进行对焦的 它有一个余学误差在这里 所以你在平行焦面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不用再次对焦了 所以这样可能会比较的方便一点 那这就是在白天拍照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自动对焦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 我们在拍的时候 对焦的时候 如果你装了ND镜 对吧 如果你装了ND镜之后 再去对焦 你会发现一个点 就是对焦速度会比较的慢 甚至有可能对不上焦 有没有这种经验的同学 有的话可以打一个小小的鲜花 对吧 就是你白天在拍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会直接把ND镜 装到那个镜头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就因为你的ND镜 是把光线都打不住了 而对焦它是需要有光线 才可以进行一个聚焦的 如果说是完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 对焦它是很难进行聚焦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记住 你的ND镜 也是在对焦后 进行一个安放 进行一个安放 理解的同学 打一个小小的一字 所以这就是白天和晚上 在对焦上面它可能会有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我会告诉大家的就是手动对焦 一定会比自动对焦更加的方便 直观在拍场曝光的片子的时候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自动对焦相对来说 比较麻烦一点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老是要切换来切换去 就是我拍完一张改善MF 然后我接下来换个位置 我又要先调回自动对焦 然后再又改善手动对焦 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一般我都是推荐你去用手动对焦 然后借助我们的这个试取 你放大对焦功能就OK了 这就是在整个长曝光的拍摄上面 咱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 基础操作部分的东西 其实并不会非常的复杂 对吧 整体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 试的话打个小小的一则 试的话打个小小的一则 它整体操作是比较的简单的 整体操作是比较简单的 那它比较复杂的地方是什么呢 对不对 它比较复杂的地方 是我们可能选用了这个濾镜之后 它可能会存在到的一些 关于曝光档位的一些换算 就是一些换算上的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比较的困难 对吧 比如说像咱们常用的ND镜 对吧 就是ND1000减光10档 对吧 减光10档大概是多少 就是你在拨快门的时候 差不多要拨到9下 就这个意思 你不理解 理解的同学打个小小的一字 就是它整个三档 3.0的一个曝光的数值 所以这个是比较蓝的一个地方 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地方 所以通常如果你平时拍摄 是用ND镜的同学可以打一个小小的二字 就是你经常用ND镜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小小的二字 打一个小小的二字 对 还蛮多的 还蛮多的 那大家其实就需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ND镜的一个换算数值表 就是可能大家需要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表格 然后去做一些记忆 就是你可能自己需要去记一下 这个ND镜它大概会给你涉及到的曝光的档位 是有多少档 这个你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点 我给大家去结一个 去给你们一个小小的 关于ND镜的档位的换算表 一般来说的话 你如果说购买了这个滤镜 你购买了这个滤镜 基本上滤镜上面都会有这个说明书 说明书上面的话 基本上就会告诉你 它的这个整个的档位换算情况 大概是多少 就是这样的一些表格 看到没有 ND0 ND2 ND4 ND8 ND16 ND32 ND64 125 256 对吧 最后ND1000等等 它旁边就会涉及到它的换配数值 大概是多少 当你用这个ND1000 原本是在这个一秒的时候 接下来你可以去用到的就是24 就是以此类推的这样的一个表格 明白的同学打一个下下来先发 就它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每一个滤镜购买之后呢 都有一个说明书 你自己去仔细看一下 你那一篇滤镜的说明书 它是怎么来教你 你的这篇滤镜的这个换算方式就OK了 其他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 我这里会大概给大家例举出几个不同的拍摄的题材 然后我会告诉大家它具体的一个参数值是多少 对吧 是的 就是高峰同学发出来的这个表格 对吧 它有告诉你它大概是多少档 1.5档 1.8档 3档 对吧 3.0档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安装上滤镜后再测光可以 可不可以 我先说一下它在它在进行这个滤镜的使用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的 一定是首先在没有在没有滤镜的情况下进行参数的计算 然后再去叠加滤镜然后再去叠加滤镜 这个金保迪同学可不可以安装滤镜后再测光 它我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可以 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去操作 但是这样去操作的话 它在参数上面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去达到一个什么 比较好的版本的效果 因为相机会怎么样 相机会自动把它回归到18% 就是你和南区获得一个不错的饮料关系 理不理解 理解的话 打个小写的一则 就你加了滤镜之后 不管你怎么加 相机最终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18% 对不对 你加一个ND镜在前面 我也是会想办法让你达到18% 所以这样的话 你前面可能想要达到的一个饮料关系 就做不到了 它就没有办法做到 第二个会比较复杂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GND镜 GND镜 它比较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需要进行分别测算 什么叫分别测算呢 因为GND镜它只解决一半的光线 对吧 就是你要不就是解决这个天空的曝光问题 要不你就是解决地面的曝光问题 总之你会解决一部分的曝光问题 那这一部分的曝光问题 我们在整个计算的时候 你需要先对那一个你需要减光的环境进行一个计算 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再要核算一下地面的曝光 大概是多少 然后再得出它们两者之间相差几档曝光 得出它们相差几档曝光之后 你再去用对应的GND镜 再去进行使用 所以这就是GND镜的一个使用方式 它要分别测算 就是先对天空进行一个光线的计算 然后再对这个地面进行一个 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照片 假设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照片 彭云驾舞没玩过 对没有玩过的同学在听的时候 肯定是会觉得非常的陌生 非常的难懂 有玩过的同学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张照片 假设我的地面我要保留它的这个细节 然后我的天空我又不希望它这么亮 然后我还是要它达到这种 漫门的拉丝的这种效果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去用到一个什么GND 当然这张照片是后期做的 我先说一下 就我先说一下 就假设你前期要拍到这样的一个云层的效果 对吧 然后你地面的曝光又要得到一个完整的保留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你需要先对它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计算 最后得出它们之间差多少 差几档 差几档 你不理解 理解的东西打个小小的一字 我去我过年去海南 我就想拍这种是吧 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海边拍摄 想拍这种的话呢 还是可以去买这个滤镜拍的 当然有同学说 我不愿意去用这个滤镜 我也不想用滤镜怎么办 那你就后期 对不对 那你就通过后期做 但是后期做出来的感觉 没有滤镜拍出来的感觉 那么爽 那么爽 对 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种效果 就需要滤镜 确实需要滤镜 特别是日出日落的时候 对吧 还没有写后期 对于这效果没有那么好看 是的 就是你直接用滤镜拍出来的感觉 会比后期和后期 就是做出来的感觉要好一些 所以我一般会建议大家的 就是如果你前期真的希望能够出到好的片子 那么你就一定要记得去用这样的一个滤镜 好吧 就是每一天拍照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需要用到这些东西的 明白的话 打个小小的像话 新票就做不出 对 滤镜选择有什么建议吗 滤镜选择对于刚开始接触的同学的话 一般我会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你的ND镜 一般我就是推荐你用的ND1000或者说ND64 这两个你选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GND GND的话 一般就是0.9是比较常规的 0.9 然后如果你需要再加一个的话 你可以先加一个0.3 0.3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0.6 但是0.6和0.9加在一起就1.5的这个档数了 所以就会大一点 就是它的减光情况会大一点 但是你要在1.5的档位之差 你的环境和你天空的这个光比 就一定要非常的强 就一定要非常的强 如果光比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我们就用不到1.5档的这样的差别 所以一般就是0.9 0.6 0.3 就三个滤镜去买 当然也会有1.2的滤镜和1.5的滤镜 通常我不建议你一开始玩那么高的 这个档位系数 一般就是建议大家先玩一些 能够比较容易把控的档位系数 就是0.9和这个0.3 然后加个0.6 但通常前期一般是建议你们 刚开始玩的时候选一个 选一块ND镜 选ND1000或者ND64 这个你自己选择就OK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选一个0.9的GND的滤镜 两个放在一起 同样的你选了ND1000和这个0.9的GND之后 一般我们会建议大家选方片 就是下一期的这个风光的案例课程 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解 这个ND镜和GND镜具体的使用方式 和它的这个系数的核算 对吧 它的档数和你跨门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咱们在下一期的这个风光课程当中 会给你们去讲解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有用这个滤镜 但是但是目前对于这个档位的核算 还不是非常清楚的 咱们下一期风光课程见 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拍业绩的时候 对吧 这个就不需要你去准备 这个ND和GND的所有人都可以拍 是不是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车轨 就像这样的一些车轨 那像这样的一些车轨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一般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这种 就这种 这种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的背景是比较黑的 比较暗沉的 这是比较常规化的一种车轨的拍摄 一般都是在太阳已经落山之后去进行的拍摄 就太阳要下山了 然后或者说已经下山了去拍摄 然后整个环境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暗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控制好一个精确的快门速度的时间 就OK了 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张照片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基本上ISO 我一般设置的是100 一般就是10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咱们的光圈 光圈的话呢 一般我用的比较多的是F13 然后快门速度的话呢 一般来讲是在10秒左右 就我自己拍的话呢 是在10秒左右 有时候可能会用到15秒 就是如果说车子 非常的这个稀少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用 或者说我用广角镜头去拍 我想要把这条线拉得比较长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到一个15秒左右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是用一个中长焦的镜头 比如说70毫米的端口 或者说50毫米的端口 去进行拍摄的话呢 它的这个画面整体的结构部分 就比较的窄 就是它不会像这个一样 有非常长的一个深的那种 广度在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去拍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像这张照片 一般来说 我们就是5秒到10秒左右就OK了 5秒到10秒左右就OK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我们也打一个小小的一字 那像在拍车轨的时候呢 参数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需要注意的 有几个细节性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车流 车流的流速 就车子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行走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很快还是很慢 如果车子的速度很慢的话呢 那么你要注意 对吧 你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你的时间要尽量的稍微长一点 不然它马上就在这个地方截止了 就是就是你前面这个地方可能是车轨 后面的这一部分就是一个车子 它就一个车子 它就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要关注一下车流的流速 一般来讲 我们在拍车轨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去到的一些环境 比较常见的 像我如果在长沙拍 我一般都是选择一些天桥 然后呢 就是选一些马路边 天桥和马路边两个地方 那在天桥上面拍摄的时候呢 记住你要注意一个点 天桥要不通车的天桥 不通车的天桥 我之前的话呢 去长沙那个 就是去橘子舟头嘛 橘子舟头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桥 我想着在上面去拍一张这个车轨 然后我上去的时候呢 平时你可能自己对吧 坐车经过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 然后那个时候 我站在那个桥上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次当车子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桥 你总感觉它在动 就总感觉它在动 就有一种说不好 下一秒 可能我就要掉下去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你去拍的话 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车子一旦通行 它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抖动 这个时候你拍出来的车轨 基本上就都是那种上下晃动 非常多的残影 明显的感觉到 能够感觉到 让片子会虚掉的那种状态 所以一般如果你选择 天桥上面去拍摄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尽量选择 不要通车的这个天桥 只要通车 车子从你旁边一经过 基本上都会带来一定的晃动感 没有晃动感 也会有那种车子 车速 它比较快的话 就是有那种风从你耳边 扑过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稳定性 我建议是选择这个不通车的 这个天桥上面去拍 然后第二个比较好拍的地方 就是在马路边 但是在马路边拍的话呢 就会比较讲究 最好是比较空旷的马路 就是两边不要有非常多的城市建筑 如果两边有非常多的 这个城市建筑的话呢 它会带来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有可能你会出现拍摄到比较多的杂光 就是你拍完之后 你的片子当中可能会有五颜六色的这种杂光在 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像这个 就是两边都是建筑物 对吧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两边 你长时间曝光的时候 两边的这些商铺 店面 它的一个光源的这个亮度 就很容易高过你的车轨的亮度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车轨的视觉重点就会被减弱 这样子看上去的话 我们就不会觉得这样照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去表达车轨 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张城市夜景 但是不能把它说成为一张车轨的照片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视觉重点偏了 它偏移了 能不能够理解我的意思 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的同学 打一个小小的一字 所以这就是这种题材上面 咱们在拍摄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性的地方 所以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相对比较空旷的地方 空旷的地方 但是在空旷的地方的话 会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车子不够 对吧 就是有利有弊 反正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完全的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这个真的就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真的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我经常说拍风光 要不就是看天 要不就是看地 要不就是看我今天出去运气好不好 反正就是这样子 你很难说拍风光全凭全凭自己的技术 有时候拍风光真的不是看技术 就是靠天吃饭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确实是 空旷的地方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车流量比较少 然后你可能在拍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断轨的现象 我给大家去看到这个片子 之前有一张这样的片子 就是咱们在拍这个车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断轨的现象 那断轨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车流的比例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少 就它确实比较少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拍的时候怎么样 它就会出现了这种断轨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像这个是不是 它就只拍到了一截 然后这里一截看到没有 然后这样子一点 或者说这样子一点 或者说这里拍到一点 看到东西打个小心话 你会出 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它会断轨断掉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看到它整体的环境是非常空旷的 像这种环境拍车轨 就是你只要能够把它拍出来拍好 它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首先是环境本身 这个车轨它的这个线条的流向 我们用这张照片来看 对吧 你看整个线条的流向是呈现一个S型的弯道型的这种曲线的 那这个线条的引导方向是非常的明确 一直把我们往深处的这个山峰上面去引导 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画面是非常美的 而且它周边没有其他的杂光在 那么这个车轨 它整理的一个视觉焦点 就非常的强烈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讲到的空旷的地方遇到的问题 就是现在这一组照片会遇到的情况 就是车子太少了 那你拍的时候 你可能用这个五秒钟的时间拍 你五秒钟或者说十秒钟的时间拍 拍完之后 这个车子已经走完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时间又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长 没有那么长的时候 它中间就会断掉 就你十秒钟可能只能把车子拍到这个地方 或者说拍到这个地方就截止了 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空旷的地方车子少的话 你的等待时间就会比较长 然后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 你可能需要等个十几二十分钟 你才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车子过来 所以这就是环境上面的一个选择 会提醒大家的一些地方 那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精确的时间点 是在哪里 那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 其实它的时间就相对来说比较晚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张照片 它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早 相对来说比较早 所以在整个车轨的时间上的选择 一般就是在日落后 日落后就基本上就非常适合拍摄了 就你太阳刚刚下山 这个时候你的天空还有一点点的天光在 你在拍的时候你既可以拍到车轨 然后也可以让你的天空有一定的这个颜色 因为大家都知道日落后的时间段 天空当中会有一些蓝紫色的天光 是不是 就是这个反光会反到你的天空当中 它的云层和天空的颜色 会泛着一种蓝紫色 有时候会是这个偏黄色 但是黄色过后 它就会进入到一个蓝紫色的状态 比如我们说的蓝掉时间 是不是 是的同学打个小写的一则 就它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个蓝紫色的感觉 然后你稍微的调一下你的白平和色温 你的颜色就会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段一般就是在日落后 那日落后的话 它在这个时候拍摄的时间 一般就可能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结束了 30分钟的时间 但日落后我们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管高峰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管高峰 管高峰会出现的现象是什么 就是堵车 堵车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 去完成车轨的拍摄的 基本上你拍不了 所以在堵车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点 就是红绿灯的时间 红绿灯的时间 但是基本上只要你堵车 即便红绿灯有60秒钟给到你 因为它堵车的话 你会发现你拍到的这个车轨的这个流速 依然不是非常的顺畅 依然不是非常的顺畅 这个情况下去拍的时候 就会比较难出片 所以你们尽量的 在这个时间段 要去避免那些容易出现晚高峰的地方 进行拍摄 要去找那些 不会出现晚高峰的地方进行拍摄 你记得没有 明白的东西打一个小小鲜花 就一般会这样子去建议大家进行这个拍摄 一定尽可能的避免这个晚高峰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时间上的一个选择 那没有太阳之后 可不可以 就是太阳完全下去之后 就已经进入到了天黑 对吧 这个时候 能不能够去拍呢 一样的可以拍 只是你在拍的时候 你的暗部 会很容易出现死黑的现象 暗部容易出现死黑 像这张照片一样 出现这种死黑的情况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使用堆战合成的手法 就是堆战合成的手法 怎么去操作呢 首先第一步 对吧 你在这个太阳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 下山的时候 拍一张环境 对 先拍一张环境的 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同样的地方 就是在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的时候 光线又非常的好 特别是日落的这个 日落时间的这个 半个小时里面 你去拍一张 你可以拍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日落的状态 对不对 你先拍一张 拍完之后呢 你再来拍 太阳全部黑下去之后 你再来拍什么 你再来拍这个车轨 这个时候再拍车轨 然后拍完之后呢 你通过这个后期 通过后期进行一个合成 就OK了 所以这是相对来说 目前来讲 在拍这个车轨的时候 我觉得会使用比较高的一个手法 就是用对战合成 因为它是能够保证我们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又有白天的天空 又有这个晚上的车轨 就是它把日转夜的这个过程 给它完美的呈现在一张片子当中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的感觉 就把日转夜的这种效果 直接拍出来 所以就非常的 有一定的视觉震撼力 因为很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看到这种片子 一般都是天空肯定会比较的偏黑 但如果说你用到了这样的一个对战合成 你就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天空也非常的明亮 有层次 地面也拍到了车轨 也有一定的层次 你看这些地方的层次 看到没有 这马路边的这种层次 是不是都得到了保留 那这样子的片子看起来 就会比较的震撼一点 比较震撼一点 所以如果你们拍车轨 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拍摄 就是多拍几张进行一个对战合成 你迈的同学打一个小小的一侧 对就多拍几张 但是多拍几张的时候 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点 就说一下 就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点 就是不可以怎么样 改变机位 一定要记得不可以改变机位 改变机位就完蛋了 完蛋了 然后不可以改变焦段 可不可以去进行焦段的改变 可以 但是你要改变焦段是必须这个环境 这个地方它适合焦段合成 如果它不适合焦段合成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进行改变焦段 而且如果你在拍的时候 你进行对战合成 你既想要改变 就是你既想要拍到这种 日转页的片子的效果 你也想拿到这个焦段合成的效果 那么你注意 你的日转页的片子的拍摄 和焦段合成的片子拍摄 要分开拍 明白了没有 就比如说我拍了十张 用来合成我的这个日转 就是天空是白天的那种感觉 然后地面是这个车轨的痕迹 那比如说这十张 我是用来拍车轨合成的 那么你后面可能就要拍 五六张或者说十张进行焦段合成 你要把它分开搞 你不能把它放在一起搞 放在一起搞的话 就到时候合成的时候会出问题 明白了没有 明白的东西打一个小型的鲜花 缺点就是蹲在那里等着 抽上一盒烟 是 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 对不对 你可以带一瓶酒过去 是吧 带一瓶茅台 最少拍几张 最少拍几张 看你最终希望的车轨的长度 看你希望的车轨的长度 一般来讲拍个六张左右 就差不多了 就我们讲到的车轨的对战 一般来讲拍个六张左右 就差不多了 理解吧 丁丁同学 六张左右就已经非常的OK了 非常的OK了 但是如果说你的构图 是一个广角镜头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张照片 对吧 它这个广角镜头 它的画幅比例 空间延伸性是非常大的 那你的车轨的线条 对吧 最终你可能要把它引导到这个方向的时候 它的车轨的这个轨迹的长度 就比较的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要多拍几张 可能拍个十张 或者二十张等等 所以这个你就要去权衡一下 你当下拍摄的这个环境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比如说像这张 像这种环境 一般就是有个五六张 就OK了 也OK了 也不需要搞太多 但是你不能拍错了 这五六张是你要拍出五六张 可以堆战合成的 五六张 你不要拍的时候 拍的六张片子 没有办法进行堆战合成 那你就多拍一点 确保万无一失的话 我就建议你拍个二十张左右 你基本上能够拍到二十张 你的堆战合成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 明白的话 打个小小的六 我不确定大家 在第一次去尝试的时候 就能够说完美的通过六张片子 来进行合成 对吧 所以我建议你在第一次拍的时候 你多拍一点 拍个二十张三十张都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你的宽门宽 宽门这个数量 是不是 春节开始放 结束放假零点上高速拍 可以可以可以 高速 春节放假 高速可能会有点堵 冰同学 可能会有点堵 如果堵车的话 其实就不好拍了 堵车基本上很难拍出来 这种车轨的效果 你顶多就是慢慢拍到一些 心芒的感觉 堵车基本上拍不出 非常唯美的这个车轨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夜景的情况下 我们去完成车轨怎么拍 像这种城市夜景 对吧 那如果说你在拍摄这种城市夜景 一般上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滑灯初上的这个时间段 就是日落后的这个半个小时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拍摄的话 像这种夜景的片子 城市夜景的照片 一般来讲 它就跟我们刚刚拍车轨的时候 就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到的夜景的第二种 就是这个 等一下 叫做城市夜景 如果你拍这种的话 就非常要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性的地方 就是首先第一个 同样的它的参数上的选择 跟前面我们拍那个车轨的参数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一样的参数同样可以拍 一麦的中间打个鲜花 就我刚刚在讲车轨的时候的这个参数 你直接套用到这个城市夜景当中 完全可以拍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就不会有什么偏差在 偏差在 那它比较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个点 就是尽可能的时间段 时间段 我们尽量的话 还是会建议大家选择日落后的半小时 日落后的半小时 就是我们说的天空会稍微有一点翻蓝紫色的这个时间段 这个半个小时是比较适合去拍这种 华灯初上的这种感觉 城市夜景的这种视觉性的效果 对不对 如果说你没有遇到这个时间段 你的天空黑了 那你在后期调的时候 你就把它调成黑金色 完事了 对吧 就是你确实没有碰到这个日落时间段的 这个非常绝佳的半个小时 里面去进行拍摄 那你就 对吧 就不要一些细节了 就天空的细节 我就直接把它转成黑白 对不对 然后城市的这个灯光 我就把它调成另外的一个颜色 对 我就把它调成另外的一个颜色 对吧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风光摄影当中的黑金色调 是不是 能不能理解 就你就通过后期去做一些升华 做一些升华 就时间段的选择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对吧 地理位置 它和我们拍车轨不一样 我们在拍车轨的时候 一般要不就是在天桥 或者说在一些平行的位置 进行车轨的拍摄 那如果拍城市夜景 一般我们在拍的时候 可能会选择一些高楼 就是 楼层比较高的一些地方 就站在一个高楼大厦的 顶端 去进行拍摄 就你要站的比较高一点 就尽量让自己高一点 不要让自己太矮了 不要自己太矮了 对 就尽量高度 要保持一定的高度 那如果你有无人机的话 你可以用无人机去飞 是不是 你可以用无人机去飞 没有关系 但是你尽可能的提醒自己 要保证一定的拍摄的高度 那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拍出来的这个城市的夜景 会比较好看 你比如说像在长沙这边 在这个月露山 它有一个地方去拍这个夜景 就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因为它刚好能够拍到香江 是叫香江吗 好像是叫香江 我们现在怎么忘记了 就是拍到那个橘子周头的 另外一边的那个景色 就还比较的不错 比较不错 但那个地方比较难找 你可能要多花点时间 去月露山上爬一爬 如果说是长沙本地的 花时间晚上的时候 去月露山上面看一看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确实不错 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你们在镜头上的选择 就跟你和这个环境的距离 就比较相关了 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用到 一些35或者24这样的一些广角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到一个长角 比如说我如果在月露山上面 去拍这个长沙的这个夜景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用到 一个中长角的镜头去拍 因为它距离是非常的远的 觉得它的距离是有一定的 米树在的 就真的确实有点远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 用广角去拍的话 就是你的城市会变得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你这个时候可能要用到一个中长角 去体现它的那个夜景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地理位置上的一个选择 OK 明白的东西打一个小小的一字 所以城市夜景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会注意这样的一些地理性的位置 去拍就可以了 然后构图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 平常说的什么三分法 黄金分割点啊 去中构图啊都可以 唯一需要去注意到的点 就是当我们在高楼上面去拍摄的时候 我们通常可能会看到一个点 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点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十字路 十字路口 或者说我们会看到一条马路 一条大马路 对不对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 或者说遇到一个大马路 在你的画面中 画面里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 你的这个十字路口 和你的这个大马路 它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会成为你画面当中的核心元素 对 它是不是会成为你的核心元素 如果说它会成为你的核心元素的话 那么你在构图的时候 你就要关注一下这一条线 它的编排 就它到底是横向者去延伸 还是说纵向者去怎么样 就是你注意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这张照片当中 对吧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绿角桥 在这个地方 它有这样的一条线往这边去走 看到没有 然后这些地方也会有这样的一条线往这边去走 所以在构图的时候 它会把这一个部分放置在哪里 放置在画面的正中央 这个就是在拍城市夜景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个构图上面的问题 构图上面的问题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 对吧 它两边会有这样的一条马路在进行游走 所以它会把中间这一部分留给谁 留给整个城市当中的建筑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三角形 看到没有 看到了 也打个小语一字 它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包围式的结构 就非常的不错了 它的构图就非常的好看了 是不是 所以你在拍这个城市夜景的时候 你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地方 就OK了 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复杂性的地方的点 如果说你不太希望 你的这个城市夜景当中 出现非常多的兴芒的感觉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光圈稍微调到8 就是在原来我们讲的车轨F13的这个数字上面 你可以把它调到8 然后你的快门速度可以短一点 就拍个五秒左右就OK了 一个理解 就是你想要心忙的时候 你的时间就稍微长一点 如果你不想要心忙的时候 你的时间短一点 然后你的光圈稍微小一点 就这样去做 这个你要做一个简单的权衡 简单的权衡 就是基于环境当中 要不要体现一些心忙的效果 OK 那这个就是咱们讲到的夜景拍摄的过程当中 去运用到的一个题材的手法 就是咱们拍这个车轨和城市夜景的时候 运用咱们的这个长时间曝光去拍 怎么去拍 它的具体参数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它需要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性的点 又有哪些 基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之后 咱们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就不需要去做太多的一些思考衡量了 好吧 明白这中间打个小小的鲜花 那我就给你们讲完 就整个这个夜景 去进行拍摄的时候 我们所提到的车轨和这个城市夜景